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一个介绍海外华人的系列视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西兰的华人 新西兰是比较热门的移民和留学的目的地之一 目前新西兰的人口有510万 其中华人人口有31万 随着华人的争夺 华人在新西兰的社会活动中 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新西兰的华人一共经历过三次移民潮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次的华人移民是怎么发生的 新西兰是发现比较晚的一块大陆 直到1769年 英国海军舰长詹姆斯库克在登上新西兰岛 1840年2月6日 英国和40名毛利酋长在北岛的怀塘一镇 签署了怀塘一条约 这样新西兰岛正式成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一部分 由澳大利亚管理 早期的新西兰通过提供免费土地的方式 来吸引欧洲的移民 并且以非常低的价格 将土地租给定居者作为牧场和农场 1842年10月25日 第一个有记录的华人来到了新西兰 他的名字叫黄赫廷 那么最开始是一名管家 后来成为了商人 并购买了一块土地 开始经营运输和农场 而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华人移民 则是在新西兰发现金矿之后 1861年 在位于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发现了金矿 大量的白人淘金者丰容而至 开始了疯狂的野蛮开采 很快 但尼丁成为新西兰最富有的城市 几年之后 那些容易淘金的地方越来越少 淘金开始变难 那么1865年 大量的白人淘金者不断离开奥塔哥金矿 去新发现的金矿淘金 仅仅在1865年的三个月的时间 就有7000白人离开了 那么同一时期 英国的驻居也开始撤离 人口的减少 导致当地的经济就出现了萧条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 新西兰政府开始邀请当时在澳大利亚的 广东淘金者到新西兰淘金 那么这样就可以继续保持本地的经济繁荣 当时选择华人的原因 一方面是华人比较勤快 老实 守法 另外一方面华人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 主要是将赚到的钱寄回国 希望将来能够依谨还乡 那么这个时期的华人虽然被视为外国人 但是因为没有直接的竞争冲突 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歧视 因为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消息闭塞 一直到1871年 新西兰发现金矿的消息 才传到国内 而国内正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清政府开始秋后算账 四处抓人 那么另一方面呢 南方的人口过剩 土地短缺 造成了生活非常困难 因此很多的年轻人就纷纷的当猪仔 去新西兰 那么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广州周围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潘于东莞 增城和中山 那这些人呢 一般是通过信用票的方式来到新西兰的 也就是通过担保人 那么担保人呢 通常是亲戚 同村里的人 或者是雇主 那么先垫付 移民后呢 赚到钱再还 这过程呢 往往需要几年时间 才能够将债务还清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新西兰的华人人口迅速增加 那么到了1881年 在新西兰的华人呢 就有5000左右 这些人呢 几乎都是男的 女性非常少 最开始华人都是从着逃进来的 但是逃进哪里那么容易 刚开始白人逃了一遍 之后呢 先来的华人又逃了一遍 以至于后面来的人 也就是1880年之后来的人 很多华人呢 就开始转向 从事其他行业 比如说种植 开洗衣店 经营餐馆 修铁路 修公路等等 那么华人系列视频 我是一周出一期 如果你经常看 就会注意到 早期的海外华人 开洗衣店的非常多 那么那个时候的洗衣店呢 是手洗 非常辛苦 也有发大财的 有机会呢 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介绍早期开洗衣店的 这方面的信息 和大家聊一聊 非常有意思 那么回到今天的话题 这时期来到新西兰的华人 很多人的文化很低 甚至不识字 更谈不上用英文交流 所以大多数的华人呢 都是聚集在一起 那么慢慢就形成了 各种小型的华人社区 这就导致了华人和新西兰的社会的分离 因为当时的华人几乎都是男性 那么很多人的业余事件 就是赌博和抽鸦片 那时还是清朝末期 这一点呢 不仅是在新西兰 在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 加拿大 早期的华人社区呢 也非常普遍 结果就是能攒下钱 发达的人 有没有呢 有 但是比较少 随着淘金热 慢慢的结束 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 那么华人移民呢 就开始受到排斥 在1881年 为了限制华人的数量 新西兰政府开始实行排华政策 那么第一点就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每人征收10英镑的人头税 那么第二呢 就是轮船的载动量 每100吨可以载一名华人 但是呢 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阻止华人的目的 华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 于是呢 在1896年 新的政策改为 人头税由10英镑增加到100英镑 原来100吨可以载一名华人 改为200吨 才可以载一名华人 另外呢 回国的华人 如果再来 必须再交100英镑 我换算了一下 那时的100英镑 等于今天的14788英镑 是当时很多人的一到两年的收入 人头税一直到1944年才被取消 那么1898年 新西兰实行全民养老金政策 但是华人和亚洲人呢 不能享受这个福利 次年呢 更是针对那些 不是来自英国的移民 进行了叫做教育测试 进一步阻止华人的到来 其实呢 很多的新西兰政策 都是受到澳大利亚的影响 紧跟着澳大利亚的政策来的 比如当时的白澳政策 我有专门的一期视频介绍 讲解澳大利亚华人移民 大家可以去查看 那么新西兰的政策呢 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海外的英国 因此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 是非白人都是不受欢迎的 那么在1919年 推出了不受欢迎的移民排除法 那么第二年呢 通过了移民限制修正案 进一步限制亚洲移民 那么这个移民限制修正案 就是基于新西兰是白人的 新西兰的目的 那么这个法案呢 一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 移民政策的收紧 导致华人由1881年的5000人左右 到了1906年只剩了一半 只有2570人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因为中国和日本开战 新西兰的排华情绪就有所缓和 放宽了政策 进而的引发了第二次移民潮 那么进一步改善了呢 华人的状况 第一次移民潮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男性占大多数 很少有女性 那么二战爆发之后 新西兰政府开始允许接受难民和家人团聚 那么大量的华人妇女小孩 开始以这个家庭团聚的形式 移民到了新西兰 这一期这一时期的华人数量呢 不仅大幅增加 而且人口的结构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为华人在新西兰的定居发展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到了1960年前后 华人和华人的社区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华人家庭的建立 华人非常注重教育 特别是律师 医生 工程师 是华人子女的首选 随着一些华人的后代成为专业人士 华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现在的提高 那么另一个影响 这些华人越来越以英文为主 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节日就开始减少和消失 那么大多数的华人开始被同化 这种情况呢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 才发生了变化 进入80年代之后 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 很多华人开始外出打工做生意 那么新西兰政府在1987年修改了移民法案 去除了歧视华人的一些条例 因此引发了第三次移民潮 这一次移民潮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数比前两次要多很多 那么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 华人的人口就超过了10万 目前呢更是达到了31万 早期来到新西兰的华人移民 以广东沿海地区的华人为主 那么现在的移民呢 转变为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 而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呢 成为移民的主体 那么这些新移民 很多人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不仅在沟通交流方面更加顺畅 而且很多人都有专业技能 早期的华人移民主要是在北岛 居住在奥克兰的部分地区 居住呢相对的比较集中 那么新兰的移民呢 居住地上呢 就开始有更多的选择 奥克兰作为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 因为气候宜人经济发达 仍然是华人的首远 那么其他的城市 比如说惠灵顿基督城 哈美尔顿等 也越来越多的西野华人的定居 2001年2月12日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 就早期的向华人移民收取人头税 向新西兰的华人正式道歉 并承认华人社区为新西兰的经济和社会 做出的巨大贡献 能缺的今天的成就 这是与历代的新西兰华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